左下腿 偏內層 鎮發性痛 這個時候我看到的是 一個斜坡 好像一個山的斜面 然後它的旁邊是水 是水 水在往外流的時候 往外流的時候好像在拉那個山 往外拉的感覺 跟著水流在往外拉的感覺 往外拉的感覺 那時候水位更高 實際上更大 更像在把那個山 往一個方向拉 再往一個方向拉 再拉山 拉著山的感覺 拉山的感覺 再別看就是一座山在那邊 這樣的作用之下 那個山體會 往水位低的那聲慢慢的移位 左下腿移位 左下腿移位 嚴重的時候 一下子山體就垮下來了 山體就垮下來了 所以 人家說的那個山體滑坡 形成了液塞坡 就是這樣形成的 所以呢那個 山啊 泡在水裡啊 然後時間長了以後 再把水放掉 容易引爆那個泥石流啊 液塞坡這一類的 我們所說的 所謂的那個 地質災害啊 容易引爆 是這麼一個意思 好 知道了 再見 再見 謝謝 好